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莓6DS 今天要帶來的艦船分機呢 是我們的可威 沒錯 就是大家嚮往的可威 好 那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從他的三圍 來看一下這艘船的性能是怎麼樣 啊啊 不是 不是那個三圍 是另外一個面板數據的三圍 那個手不小心點錯了 好 我們直接從素質方面來看 耐久的部分在120級滿愛的情況下 算是中規中矩 不是特別多也不是特別少 就是中段班 中田的部分算是比較 比較後段班 中田不是很快 因為一般正常的航母大概都有120以上 那比較最可憐的地方是他的對空值 對空值算是倒數 倒數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在對空 扛傷的能力不是這麼好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運氣 他的幸運其實很高 其實已經很高了 那這個在迴避啦 或是在命中爆擊率上面會有不錯的表現 所以他其實是比較屬於一個輸出型的 那剛好他的裝甲值是屬於重甲 其實重甲的屬性在乘傷 乘跨射的能力上其實都相對比一些 中甲型母來的好一些 所以理論上他也不是這麼脆皮的 好 那突破方面呢 前面都是差不多 123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段突破之後 除了增加艦載機的功能之外呢 他還可以把戰鬥機變成爆擊機 所以他的第一個裝備可以用攻擊機或是爆擊機 來增加他的航空傷害 那剩下兩個都是攻擊機 所以他整個的數據是233 兩個爆擊或兩個戰鬥 去配三個三個攻擊機 那不同的效率會有不同的輸出 好 這個是我們簡單認識的一個 他的一個性能的表現 好 接下來我們來從他的技能方面來看 他的性能有怎麼樣的變化呢 首先是第一個技能 第一個技能是 他自身出去戰鬥 一開始就直接加了15%的航空 這是直接加的 然後句號 再來呢 自己有裝備青花魚的這個設備的時候 做的裝備的時候 熱進來機的時候 他會有額外的效率補正 然後呢 發起航空攻擊的時候 百分之百會展開一個特殊的航空攻擊 那會發射航空的彈幕 那這個彈幕呢 總共是12顆的彈幕出去 那他會有80%的進水效果 什麼是進水效果 進水效果就是 跟燃燒一樣 他進水之後 他會不斷的跳一個傷害出來 一個DOT 他在9秒內 會跳完這些傷害 所以這個傷害呢 其實是跟他自己自身 航空值的一個補正有關 所以航空值越高 當然跳進水會越高 那當然技能的等級也會影響 那這個進水功能 大概就像有改造的小佳佳 有這一個 還有再來是艾塞克斯 有這個進水功能 所以目前有進水功能的這個 航母大概只有3台 所以算是還蠻稀有的 這個技能 這個在打王的情況下 是百分之百 算是比較好觸發的一個持續傷害 好再來第二個技能 就是在航空攻擊的時候 有80%會發動 就是沒錯 就是Zawarudo 就是我們的1.5秒 敵方會靜止不動 機關靜止的意思 然後呢 1.5秒之後呢 會開始恢復他的速度 2秒 2.5秒內會恢復完 那這個有一個地方無敵的地方 第一次他每一次戰鬥 第一次的航空攻擊一定會發動 所以他每次第一次的起飛 一定會發動這個機關靜止 所以還蠻Bug的 這個地方 後面我們會教怎麼運用這個技能 好再來是第三技 這屬於防禦技 這也是一樣 初具戰鬥自己就會有8%減傷 所以在血量上他沒有比較優勢 那航空對空的值沒有高 可是他有自身的減傷 這其實一來一往 其實就跟一般航母沒什麼差別 再來 攻擊航空起飛之後呢 10秒內 自身以外的 主力戰鬥就是後排 會有8%減傷 所以自身有減傷 起飛也可以保後排的人 所以自保或是保後排 他都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輔助 那前面可以利用機關靜止 來輔助其他的輸出 那也可以幫忙做減傷 還有額外的進水彈幕 所以這簡直是工房輔助一體的 完美的一個航空 好接著來我們這個裝備的一個配置 來看 首先是艦載機的部分 艦載機剛剛說過 滿破之後你可以選擇一般的艦載機 或是挑我們的爆擊機來做使用 看你的輸出或是你的調速方面 有沒有什麼需求 那一般來說都是使用我們的攻擊機 戰鬥機會比較好 因為戰鬥機起飛比較快 他裝填其實沒有很快 再來攻擊機有兩個 那剛剛也說 只要裝備一台青花魚 他就會有彈幕 所以這個青花魚要裝在哪裡 他裝在第三格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 第三格的補陣 其實只有125% 那如果你裝在第二格 135%的話 其實青花魚就沒有有效的輸出了 我們可以把它裝在比較弱的輸出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青花魚本身 它自己的航彈沒有那麼高 金縮魚是帶了三個288的航彈 青花魚只有帶兩個288 所以在整個輸出的DPS上面 會比金縮魚來的弱 所以我們把它裝在第三格 它的效率比較低 所以我們損失的傷害比較少 那可以不裝嗎 我覺得是不行不裝 因為他裝了一台 他可以額外增加12個航彈 這個航彈也是288的航彈 所以我們失去了一台金縮魚 可是我們補出來的彈幕傷害 卻遠遠高過於這個金縮魚 所帶來的航空傷害 所以一個青花魚 根本不用怕說會損失多少傷害 反而會增加你很多傷害 所以不要說一定要用縮魚 用青花魚才是最大的傷害來源 而且還會有進水的DBUFF在 所以一定務必要裝備一個青花魚 在第三格 那如果還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在打道中可以用縮魚 那打王的方可以利用它的機關禁止 裝備一個流星 其實流星就是直接對王輸出 所以他在補一個航空燃油 增加航速的情況下 他可以實現自己直接用流星命中 他想要命中的目標 這個是非常BUG的一個存在 所以很多會跑會動的王 在他面前就是一個木裝 這非常的殘忍 那也可以配合很多不同的組合 打出一整套完美的傷害 可以配合方舟 可以配合任何可以減速的一個單位 比如說君主的彈幕 或者是約克的彈幕 他們都可以造成減速 那可以啟動更多有效的一個命中傷害 好啦我們剛剛前面講過了 可以利用機關禁止 這一個技能來造成有效的輸出 那這要怎麼造成呢 如果我們配合一般的戰艦 來做使用的話 我們可以在預判敵方的位置 先利用戰艦第一炮 也會發生時停的這功能 其實也不是時停 就是一個快速瞄準的一個 短暫的時間差 第一炮打出去 他一定會命中目標 命中目標馬上我們就按下飛機 按下起飛 那第一次的起飛一定會造成機關禁止 他後面是看機率 其實80%也是蠻高的啦 那如果有配合方舟 那也可以造成他減速效果 恢復的不會這麼快 所以第一炮瞄準之後 馬上截的 直接打出可危的機關禁止 可以造成最有效的全彈命中 這個輸出一次爆發 可以帶走 配合海媽的成傷技能 是非常可怕的 那前面這個驅逐 可以輕鬆的解決之後 那後面的一些 比如說重巡王 或是一些戰艦王 航母王 基本上都可以 照這個準則去做一個輸出 比如說像十二之士的鳥海 我們一樣也是利用了一個 機關禁止 然後兩個人重疊的情況下 一口氣把輸出全部摘在他們身上 配合海媽的傷害 可以一波直接帶走 所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 這樣子的機關禁止 重疊 然後主炮瞄準 這樣子一個時間差 去做一個 秒王的動作 好啦前面我們講的是一些 手動可以做到最有效的輸出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自律呢 那正常來說 一套配下來 正常可威的起飛 當然不包含你的貓 你的貓或是你的科研技術 可能會多少會影響到你的裝填 那如果不撇除其他的影響 正常的以他的裝填來說 裝備正常的戰鬥機 然後流星加攻擊機 他的起飛的CD時間 大概就是22秒到23秒之間 那如果有更多更快的一個裝填的話 他當然起飛的會越快 所以我們大概就抓22秒好了 22秒起飛 那啟動他的機關禁止 那如果我們要配合戰艦做支率的話 正常來說 我們戰艦只要大概配他的主炮 大概20秒到21秒發炮的話 其實22秒就很容易會撞到 這個我們可威的一個技能 所以盡量正常來說 主炮要搭的話 大概就是410或是我們的406 這兩個主炮大概都是在20秒到21秒之間 然後當然我們條數可以多去嘗試 如果不夠快 再來調整一下我們可威的一個飛機狀態 那如果不需要的話 可能也可以加一個信標 增加他的CD的一個雙填時間 所以有效去跟我們的大炮做一個巧妙的連結 好啦 相信聽過以上的介紹 你應該對可威這艘航母有深刻的了解 所以他在攻防的上面非常的優秀 再來他的力會 也是讓人家垂涎欲敵啊 看看他豐滿的身材 對不對 所以這隻航母你必定要入手 你必定要練他 練起來絕對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可以摸 可以舔 可以打 可以防 這集所有優秀的這個特點與異森 又是丁弓的配音 哇 真香 好啦 以上是這一集的介紹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